诶 道梁 这个鱼汤你煮的吗 对啊 我刚滚出去了 刚滚出去了 你这个叫汤吗 是鱼汤吗 这不是我姨太忙了吗 我得点上去出去啦 你不要以忙为借口 我们做菜是有标准的 你站在客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汤给你 你喝不喝 诶 现在邀请就往冲这样 往冲冲啊 像洗锅水一样 诶 连一喉都老好水啊 下来下来下来 我们先准备几点生猛的泥猛 这个生猛的泥猛呢 身上的刺非常的多 非常的尖 千万不要让它扎到 扎到的话会有毒的 当然要拿老板娘剪皮毛的剪刀过来 然后我们用一把剪刀剪去它这个刺 不然吃的时候 刺到嘴巴就不好了 肚子下面也有的 也同样的给它剪掉 剪好刺之后 在它塞这里打开来一刀 然后我们沿着它的肚子 慢慢地打开 不要破胆哦 然后把里面的内脏给挖出来 千万小心哦 不要让它破胆 内脏剧除干净之后 我们剧除鱼鳃 用刀尾伸进去 压一下 拔出来 然后就出来了 喜欢吃的可以保留 去了内脏和鱼鳃之后 这个鱼是不用打铃的 是没有鱼鳞的 然后一开二 我们再准备一块完整的豆腐 切成大大的小块 再准备一点枸杞叶 在南方呢 我们叫枸杞叶 在你们那边 我们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把它叶子给划下来 然后这个梗也不要扔 家里有小孩的 可以拿来 你懂的哦 我们再准备一块撒不垃圾的姜 给它拍撒 多两下 再准备点香菜 枸杞 材料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 我们先把锅给怼热 用比较干净的油滑一下锅 锅中留多点底油 下入一点点盐花 把我们的鱼倒下去 这样煎出来的鱼 就不会破皮 又不会粘锅了 然后开小火 慢慢的煎 煎至里面金黄之后 倒反过来 在小火慢煎 煎至里面金黄 脸面都煎黄之后 下入排姜 撒入广东米酒 加入开水 切剂一定要加入开水哦 加入开水滚至浓白之后 加入豆腐枸杞 加入豆腐枸杞之后 立马调味 一勺半的盐 一丢丢味精啊 一块鸡粉 一丢丢白糖 胡椒粉稍微多一点 再来一丢丢鸡汁 有条件的情况下啊 然后用这个汤稀释一下 再把味道倒下去 调好味之后 加入枸杞 调好味之后 加入枸杞 再加入香菜 最后来一丢丢花生油 来 这个汤就完成了 多农牌 你猛枸杞汤 你学废了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